這是適合盲人使用的觸摸板 需要材料有魔鬼簪和毛線等工具 首先在紙板上塗上膠 魔鬼簪有勾面和毛面 將勾面貼上塗滿膠的紙板 然後翻面,另外一面是畫板 在塑膠底盒,鑽一個適合鉛筆大小的洞 然後再靠近平口處,再鑽一個小洞 在另一邊的洞口,切一個V字形的凹槽 拿一個橡膠滑輪和彎曲杆子 將杆子穿過橡膠滑輪 然後將毛線端板在滑輪上 拉拉繩子讓它固定 將筆的末端切去,然後穿過盒子底洞 之後將毛線另一端穿過筆洞 然後將毛線拉到底 之後將橡膠滑輪固定在盒子上的凹槽 然後它可以像魚線一樣可以滾動 然後將毛線慢慢收起 之後將毛線的另一端打結 之後按住筆,然後我們就開始可以滾動滑輪 此時毛線會自動上捲 這時候我們可以用筆畫一個恐龍圖形 這時候毛線會自動黏在魔鬼章上面 你可以畫任何你想要畫的圖案 現在我們畫一個花 這朵花很美對不對 這是可以觸摸的板子 可以幫助釋盲者學習 可以幫助釋盲者學習 就是 gereki用而切形的 我可以畫一個形容 其實我可以畫一個小字 畫一個小字 也可以畫一個小字 鞋子 那就是這樣 可以畫一個小字 那就是這樣 我要一個小字 details 感谢观看